舍师曼 胡信尔 这两位香港重量级的女演员 外界对于她们之间关系的猜测以及比较从来没有停止过 那最近我们的节目也报道了 胡信尔几下舍师曼超高片酬接下新戏的事情 并且我们总结发现 胡信尔这两年事业的发展势头远远超过了舍师曼 那这样的形式会不会让舍师曼很有压力呢 我们来问问她 没有没有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 她演得好 收视好的话我也替她高兴 今年六月份原本找到舍师曼来出演的电视剧 如果不曾爱过你 最终却被胡信尔高片酬拿下 对于这件事 舍师曼表现的并不在意 也许一部戏约只算是小事 但其实自从她离开香港无限之后 舍师曼在香港电视剧一姐的位置 也因为胡信尔迅猛的发展势头变得岌岌可危 对此她还可以那么淡定吗 其实我一直没有觉得自己是一姐 所以我没有这个担忧 不怕被抢戏约 又无心于一姐位置 而且当天她还解释自己停工了半个月 刚刚度假回来 舍师曼对自己的事业表现出一副云淡风轻的姿态 旁敲侧击我们终于发现 原来今年38岁的舍师曼感情出现了新动态 追求者当然是有的 但是因为以前比较忙一点 因为忙着拍戏 这一年我就休息比较多一点 所以起码我有时间去出去吃饭啊 约会 现在我们就一般朋友出去玩 挺开心的 我可以去到 那边说 我可以去到